欢联县议会开议之后地震善款 也再度成为了议员质疑的焦点 民进党团7号下午是召开了记者会 希望这一次善款能够直接用在灾民身上 不要再跟0206一样被拿去做县政府的公共建设 为此欢联县政府重申澄清 善款使用在公共设施的修复以及重建 都参考台南0206赠灾捐款专户善款的田律 而欢联县政府也强调都是依法办理 张美惠说0206善款达27.4亿元 收支表内总共核定60案 而但其中由持久案约7.2亿元善款 被拿去用在县政府公共建设上 希望县政府把挪用的善款归还 并且希望0403善款全部用在灾民身上 我们这个善款的余额剩下4825万元 就剩下4000多万元 那我们今天要强烈谴责的就是说 这个7.2亿元的公共工程 你花莲县政府应该是要用纳税预算 就是我们讲的政府编列预算 来做些这些公共工程 做这些基础设施 可以跟花东基金争取 可以跟中央相关部会来争取 也可以花莲县的现预算来编列 你就是千不该万不该 就是不可以把这个善款 汇聚海内外所有乡亲好友的善款 要帮助花莲灾民的这个款项 拿去做你的公共建设的需求 为此花莲县政府重申澄清 在0206震灾发生之后 除了云门催堤等大楼发生倒塌 现在公共设施也有很多受到损害 也因此在公务预算有限的情况下 就重大且有急迫性的公共建设 修复及重建 过去台南高雄关于善款 也都有一样的使用 与法有据 也希望所有议员共同与灾民站在一起 积极努力来帮助花莲灾民 早日度过难关 而不是用政党颜色来投入花莲的旧灾和重建 记者综合报导 记者综合报导